打开历史千年画卷 这里有人神相恋的爱情故事 这里有汉藏友谊的历史见证 这里有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 这里有青绿山水的秀丽壮美 这里有史诗 有妙笔 也有千古谜团 你真的看懂了吗 为什么咫尺画卷有千里之趣 为什么青音入宗 无声似有声 谁开创了青绿山水画法 谁成就了风俗画的西式佳作 这里有构图 有染色 也有奇思妙下 你是否大开眼界 哪幅画为张博居卖房一捐 哪件珍宝 迎张大迁重返紫禁城 哪幅画被徐悲鸿视为生命 哪幅画清细海峡两岸 问题太多 谁来揭晓答案 在北宋的时候 宣和画谱当中 对展此前这幅画的评语是 远近之势由公 咫尺有千里去 这么一幅小画 咫尺之内 看上去 却有几千里的那个效果 北京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 季清元老师 为你揭开中国古画之谜 他是书画名家 师承国画大师蒋兆和 多幅优秀作品 被中国美术馆 人民大会堂收藏 他主张传承创新议题 与夫人卢平在艺术道路上 抗力同心 一周双击 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精品 他传承文脉 作为清代文献学大家 纪晓兰的第六代后人 一支锦记 组上嘉训名文 以身践性 中国古画穿越千载 具有极高的美学 历史 文化价值 本课程中 季清元老师 从绘画构图 笔墨记法等专业试教 结合古画背后的故事 带您了解 传世古画的秘密 感受经典名画的魅力 追寻文化之根 享受艺术之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